接下来我会解释什么是Work 用一个最简单的Case 就是我们手推了一个箱 我们的手就是A,箱就是B 我推了箱就要给一个Force 如果我们推了箱 A就是手就会给能量箱就是B 这个传递就叫做Work 首先Work 是应该Proportional to Force 就是说力越大 你给多些能量 两倍的力 就是如果两只手一起推 左手就给10兆 右手就给10兆 两个加起来就是20兆 那Force也是左手给F 右手给F 加起来的力就是2F 这个很容易理解 Work和Force是成正比的 是不需要做实验的 逻辑就已经可以说得通了 接下来Work 就要视乎你推多久 推多久的时间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推多远的 你想想如果有箱 我首先推1米 接下来推多1米 接下来推2米 推头1米 推100兆 推第2个1米 没理由不是100兆 因为条件完全一样 推2米就200兆 所以Work和距离应该是正比的 因为一倍的距离 应该给多一倍的能量 看这两个 这两个都是正比 所以Join Variation Work最后的结论 就是和Force x Displacement 应该是正比的 如果我们一个J定义 定义 1N乘1米 科学家定义 1N乘1米 所以这个正比就变成等式 因为Constant是1 这件事在Newton Second Law 我们都已经做过一次了 我们只不过重施顾忌 用单位去就 令到这条式没有了 我们就会有这条式 Work的公式十分之简单 但我们有些事情是需要搞清楚 首先就是如果Force和运动 不是同一方向 例如力是这样的 箱子是这样移动的 我们计算的时候是怎么计算的呢 如果箱子是这样移动的 我们就可以把Force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和Displacement平衡 第二部分和Displacement垂直 平衡的部分 平衡的部分 根据我们刚才的说法 是do work的 垂直的部分 其实是不do work的 为什么不do work呢 很多例子可以证明这件事 比如 这个是太阳 这个是地球 太阳是吸着地球 地球是会绕着太阳转的 在这一刻它是怎么走的呢 在这一刻它是这样走的 因为是圆形的 下一刻地球到了这里 所以在这一刻地球是这样走的 很明显这个应该是直角 这个圆形特性 半径和圆周应该是垂直的 如果这个情况是有work的 即是说地球会被能量的太阳 或者太阳会被能量的地球 地球的能量就会改变 改变什么能量 改变动能 因为这个是force的情况 改变动能地球 就要走越慢或者越快 一年 就越来越长 或者一年就越来越短 今年365天 明年可能是366天 或者364天 因为地球是走快了 走慢了 很明显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种运动 其实是不做的 所以 能量是保持不变的 所以 这两个component 垂直的component 是load work的 perallel的component 才会有work的 所以 work呢 就等于 fperallel乘s fperallel是什么呢 如果这个是pheta fperallel fcospheta 最后一个情况要处理的呢 就是 如果 我们加的力是这样 这个是forse 箱向后移 这个是s 那 work是多少呢 你可能会说 没有可能是这样的 我向前推的箱就向前走 为什么我向前推的箱 会向后移呢 举个简单的例 现在我有个forse 我要推这支筆 但是那支筆本来是冲起来的 它开始有个initual velocity 冲起来的 我推它 我不会立即推停它的 它要继续推前一点 然后才可以停的 在这个过程呢 那个物件就向这个方向走 而我的力 就向这个方向推 那我就有个这样的case 这样的case 好了 如果是这样 是怎样呢 如果是这样呢 fheta应该是180度 因为f是这样 s是这样 这个是fheta 你看看这个图 所以work 就等于fscos180度 180度是负1 所以work 就等于fs一样 不过是负数 所以work是可以正可以负的 正常这些情形呢 我推它 它向前移动 fheta是会给能量的 即是手会推箱 箱就接收能量 手就给能量出来 那是由a给能量的b 在这个情况呢 如果箱呢 是反过来走的呢 那我们的fheta 不是给能量 是接收能量的 所以work是有正乎的 work的正乎是极其麻烦的事 亦都是很容易错的事 所以要小心处理 我们再说多一点 其实 在这个情况下 是会有两个力的 为何要有两个力呢 因为action reaction 这个力呢 是a比b的 那同时间呢 应该有个力加回到手 是b比a的 大家会留意哦 如果箱是这样移动的呢 手也要是这样移动的嘛 那所以 箱是这个情况 就是手就会是这个情况了哦 手和运动是相反方向的 所以呢 箱接收的能量呢 就是fs 就是手接收的能量呢 就是-fs 那手和箱总共接收的能量呢 是多少呢 就会是0了 因为 双b接收的能量是正fs 手接收的能量呢 是-fs 那所以 它们一起接收的能量呢 就会是0了 那这个是十分之正常的 如果你妈妈给你100元 那你呢 接收的能量呢 是正100元 你妈妈接收的能量呢 是-100元嘛 那你和你妈妈接收的 就是0了 因为左手交右手 其实是没有多到 或者没有少到钱的嘛 那所以加上work 应该是0的 那所以 这里呢 也都跟Newtonford law 是有些关系的 好了 说到这里 大家都会觉得 work呢 开头呢 是一个很简单的事 一条很容易的式 work等于fs 但是背后呢 你会发觉 嗯 其实呢 如果我们要考虑正负好呢 那件事呢 就会是 不是那么容易处理 是比较容易错的 所以要小心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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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感谢观看